說到這個排品 我真是無懈可擊 我簡直近乎完美 我很不願意聽到人家三缺一 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了 還是到華麟家去 自己愛打 第一次 初めて 初めて跟他家 兩天沒睡覺 兩天沒睡覺就去到他家了 然後呢 我現在告訴你 華麟原來是一個屁王 很愛大屁王 哎呀 怎麼十一天沒睡覺的屁有多臭你 哎呀 你又再要想一想 那個電風扇 它又毒了熱 因為一中毒了熱 你知道 電風扇就放在它屁股後面出 你知道嗎 然後又不斷的放屁 你知道嗎 那個味道吹過來有多多的可怕 還有有一個製作人 叫做徐忠宇的 他一早就 他才愛放屁耶 人家是立法就想大便好不好 你就不讓人家去上大號 不是 假設是我 人家都說我都已經掉出來 你叫人家說回去 你知道 而且… 而且不是 你看…人矮走之後 還要拐一嬌 叫你不要穿矮子密碼 就是這樣子 他這叫你看 清純玉女歌后 原來是個屁後 還不是 怎麼不來了 有一次我告訴你 他變20秒 真的是不能輸錢的 你閉上去 等一下… 他這個人是不能輸錢的 你知道嗎 他一輸錢的話 就開始一直罵人… 祖宗十八代都從粉裡面 給你跑出來這樣子罵 你知道嗎 才罵人家祖宗十八代 我什麼時候罵 我什麼時候罵祖宗十八代 而且你為什麼20秒 他就從廁所出來 為什麼呢 怕他嗎 除了怕他之外 出來他就說 羅美 我出來 我把那另外一半大便給截斷了 亂講 這個代表的推出廣受好評 張徐有看到我們節目之後 也唱了一首歌 你好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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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介紹這兩位主角 我看比賽是非常懸殊 因為一位可以說是 號稱毒蛇之後 蜘蛛王 沒有人敢跟人家吵架 是… 光每次塞車 車跟人家卡住 對方就被他罵到頭皮發麻 那麼恐怖 那麼厲害 他車撞到人家 人家還賠錢給他 還跟他說東西啊 是啊 這個人夠厲害了 一起來歡迎 羅畢 有話題女王之稱的羅畢林 不用我們多介紹 相信觀眾朋友 早已經領教過她 麒麟的口才 和精神的草公了 志在必得的羅畢林 為了維護女王的招牌 會使出什麼樣的陰狠絕招呢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那這個吵架好像沒有輸過的 我吵架 基本上好像真的都是贏的 這種人也有時候會有報應的 記得有時候去歐巴 就買一雙鞋子 鞋子是看一隻 不要再說 買回來這個價錢很貴 一雙鞋子上萬塊 什麼上萬塊 多少錢 好幾萬 快要三千塊美金一雙了 十萬塊 快十萬塊台幣 十萬塊台幣 買回來 你知道她很愛炫耀 我又買了新衣服 新鞋子 鞋子一打開來一看 兩隻都是左腳 今天介紹另外一位年會 外面的比盤來講 羅妹妹獲勝是一賠0.5 一賠0.5 但是對方如果今天有辦法獲勝的話 是一賠50 一起來歡迎李毅君小姐 歌壇的實力創將李毅君 私底下也是一位馬人名嘴 專長以迂迴的攻勢挖苦對手 讓對手羞到抬不起頭來 尤其她是羅碧琳的最終密友 對羅碧琳的秘密隱私非常的了解 放眼天下 只有她能夠克制咱們羅碧琳囉 那我今天是比賽唱歌 那李毅君當然是當之無敵 還是你怎麼這樣子講 我覺得 你這話講得不太公平吧 是… 我覺得這個跟個性有關係 因為我生性厚道 我也有厚道 你是陳維銘嗎 所以講話 就是跟人家講話 比較不善於用那種 比較尖銳的那種詞句 怕去傷害到別人 我懂你還是要留點口德 對啊 像他還生小孩嘛 是不是 像他又不想生對不對 所以他隨便罵囉 來 那小兩位請就座 今天的主題是講對方的排品 以打牌的排品 作為主題題的吐槽大賽 總共分三個回合 每回合三分鐘 三個回合結束之後 由觀眾按鈕決定勝負 優勝者可以獲得一萬元的獎金 兩位吐槽女王 會使出什麼樣的絕招來取勝呢 No.1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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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時開始 開始 說到這個排品 我真是無懈可擊啊 我簡直近乎完美啊 我很不對一聽到人家三缺一 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了 還是到華麟家去 自己愛打就是 第一次初めて 初めて跟她家 兩天沒睡覺還是 兩天沒睡覺就去到她家了 然後呢 我現在告訴你 華麟原來是一個屁王很愛抱 是屁王 好可憐 這麼奇怪 而且 你又再要想一想 那個電風扇 它又獨樂樂 因為重樂樂你知道 電風扇就放在她屁股後面出 你知道嗎 然後又不斷的放屁 你知道嗎 那個味道吹過來 有多多的可怕 還有有一個製作人 叫做徐忠宇的 他喔 他才愛放屁耶 他 人家實力保就想大便好不好 你就不讓人家去上大號 是你不讓她去上大號 不是 是我 人家都說 我都已經掉出來 你叫人家去縮回去 你知道 而且 而且 不行 你看 人矮走出還要拐一跤 叫你不要穿矮子了嗎 就是這樣子 他是叫你看 清純玉女歌后 原來是個屁後 才不是 什麼不是 我跟妳講 那一天那個屁不是我放的 就是妳 而且 徐忠宇放的 而且 人家 她在連妝 然後徐忠宇說 羅美女我真的受不了 拜託妳讓我去大一下便就好了 羅美女說 妳給我縮回去 沒有 那是妳說的話 妳不要靠在我身上來 而且我告訴妳 她更差勁的是 好 她放完屁以後 她放完屁 我就說完屁以後還說 怎麼這麼臭不好意思 要跑在巔峰線面前這樣子 我要把它吹散一點 可是妳知道 巔峰線就吹了我們這個牌座 我們三個人就吻她屁 吻了一晚上 我跟妳講 這個不是我跟妳講 是徐忠宇 然後 然後她在連妝 好了 徐忠宇縮回去 沒有 就縮回去 可是等到她下妝 徐忠宇真的受不了了 而且我再告訴妳 徐忠宇也不說 等一下才進去20秒 她也不囉嗦 妳快點給我出來 沒有 再告訴妳 有一次我告訴妳 她變了20秒 這好像是不能輸錢的 妳必須 妳不要吵架 她不能 她真的是不能輸錢的 妳知道嗎 她一出嫌的話 就開始一直罵人 一直罵人 一直罵人 祖宗十八代都從粉裡面 給妳跑出來這樣子罵 妳知道嗎 妳才罵 祖宗十八代 我什麼時候罵 祖宗十八代 妳為什麼20秒 就從廁所出來 為什麼 怕她嗎 除了怕她之外 出來她就說 羅美 我出來 我把那另外一半大便 給截斷了 這樣 亂講一下就出來 亂講 我告訴妳 還有 還有一次 就是跟太陽台的副總 一起打台 是剪場的好朋友 是… 人家那天手氣非常的好 妳知道嗎 坐著優雅一點好不好 連三 拉三 連四 拉四 妳知道 她就坐在那個人的上架 就一直罵… 罵人家什麼 孫兒子沒屁眼 罵人家什麼 媽媽就要去見天 去祖宗十八代 回家了 回家了 那個人連舞的時候 那會比較久了 祖宗八代罵完了 對 祖宗罵完了 連舞的時候 我告訴妳 妳敢再胡我的牌 妳敢再連桌下去 我就怎麼樣殺死妳 把蔡刀員 放在桌上了 嚇到那個人 嚇到那個人 你知道怎麼樣 連莊連舞 幾十年的老麻將了 竟然嚇到變成相公 還少兩張牌 少一張就很嚴重 對 他只要嚇到少兩張牌 那真的嚇到 哪嚇到 我告訴妳 我告訴妳 剪場才可憐你知道嗎 時間了 好 第一回合 根本就是羅妹妹在說話 華麟根本沒有機會 趕快去安慰她一下 來… 休息一下 我簡直是… 不是我在想 休息三次 我根本沒有機會講話 所以妳為什麼太厲害了 三十秒 厲害… 妳知道嗎 接下來這一回合 一定要氣量的嘴巴 不能這樣子對嘴巴 不要給她有講話的時間 跟她做朋友還好 妳知道 不想聽她講話 也就不理她 說她老公怎麼辦 她24小時都是這樣子 你這個人太奇怪了 你太奇怪了 那剪場怎麼辦 剪場跟他們生活不一樣 妳現在休息時間 休息… 休息 OK 這個人我跟她很熟嗎 放下… 放下… 我跟妳很熟嗎 OK… 妳可以跟她弱點 比如她有什麼報應的 買鞋子買成一雙的 都喜歡她胸部 她報應多了 昨天她還掉了一打內褲 在計程車上 還叫我打電話到幾謊說 羅碧玲小姐掉了一打內褲 從細密路坐到離森北面 有沒有計程車自己 撿到一打內褲 會嘛 像這種類型 拜託耶 我們本來都是自己開車的耶 我們習慣的東西 就可以放在車上 那也是你的報應啊對不對 剪哥生日啊 對不對 這是送到檢廠 我本來要買好一點的東西 他就說 我跟你講檢廠這個人 就是地攤貨 你也不用買太好的東西給他 你就隨便買一買就好了 他這個人啊 就是內褲也破了幾個洞 你就買一點內褲送給他 我買一打內褲送給他 妳是要送檢廠的 對啊 送檢廠 妳怎麼知道他內褲有破洞 妳跟我講的呀 我 我不知道啊 阿姨啊 妳可以開玩笑了 我哪會 我告訴你 沒買就說沒買 幹嘛說掉在記者身上 太誇氣了 瓜哥 他們這樣不行了 時間到 我們直接開始了 不要浪費在什麼休息室裡面 好 準備第二回合 女士們 女士王進行第二回合 三分鐘 1 2 那麼酷啊 計時 開始啊 你還敢講 他每天可憐得要死 而且呢 憲哥每一次打一張牌 只要華麗正在後面 他起碼要想大概三十五 三至五分鐘 打出一張牌要練班 打出一張牌 要死啦 那個根本就是那個這樣 我跟你講 這個是憲哥的頭 你笨死啦 怎麼會打這一張 你下去 你搞什麼東西 你混蛋 你怎麼會 怎麼會有這樣子打牌的 我告訴你 他這個人看錢 看得像月球這麼大 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跟他打牌嘛 結果他扶我好幾次 我說你為什麼 唱片又要賣 對 麻將還要贏 對 你怎麼搞的 你是跟他一起來賣我 你裁判… 他講一句話我能請 裁判 他講一句話我能請 很公平耶 他說我唱片能賣 麻將也要贏 因為你要知道 我是一個人要量兩個人 講是什麼話 才會是這樣子 我告訴你 真的 我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有人要跟他打牌 最好把什麼耳塞 耳罩通通戴上 因為他魔音傳腦 怎麼樣 他只會三把牌不符喔 他就開始 進 什麼東西啊 什麼意思啊 是什麼意思 進… 不是 氣牌啊 你知道嗎 6、8萬要進7萬 進 對 6、8條要進7條 他不是這樣 非常喜歡 這樣打 進 我進 真的耶 我進 進不了我就 啪 進 我糊了 怎麼樣 你看 我尊告你的 我尊告你的怎麼樣 這個打牌對不對 不是 他有一次更好笑了 你知道打牌這樣 一舊牌啊 都沒有K牌你知道 就快要領一條香菸了 你知道 對… 他氣得要死你知道 所以呢 我打牌不是衛生器的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我放一個把砲給他 他糊了 他急到這樣 我…我告你… 我告你… 我告你啊 我… 我告你啊 胡牌就胡牌嘛 我告… 他要告我 我告你… 這樣子也要這樣告我 你看這個人 那是因為這句話 是因為有一次 這個… 這個可不是我發明 因為有一次林慧萍就是這樣子 他也是很急 他胡了 我…我告你 我說你胡了就胡了 幹嘛告我 常常我們打牌 譬如說 譬如說另外一個要上來打 起碼是一衝要打完才可以換人 對不對 他要是打牌 要是手風不順的話就這樣子 牌一算 檢哥檢查… 然後檢查在裡面睡覺 已經睡得睡眼輕鬆的 第二天早上六點 怎麼樣 換你打了 我這什麼手啊 我就說你不能這樣子 你都有檢哥跟你替換 那我男朋友在那麼遠 誰來跟我替換啊 每一次都這樣子有換手氣的 怎麼樣 那我已經輸了 你叫我輸死啊 那我說那怎麼樣 那我們輸的時候 我們輸死我們就活該 我們就倒霉 對 怎麼樣 檢查 你給我起來 我哪裡有這樣子耶 所以終於有一次 終於有一次 我們在小賴哥講解答 時間到 休息一下 喂 我看你這一回合 又被人家切 但是這個總比說他 等一下 我進去跟檢查解個手氣 再出來打 這種比較好嘛 對不對 你叫人家出來帶打 總比他說進去 我跟檢查溫存一下 再出來改個手氣 他怎麼會跟檢查 對啊 哪像有一個人 每一次打牌對不對 男朋友坐在旁邊 打沒兩把牌 結果我們玩一下輕輕 旁邊的人看都快吐了 智慧也要輕輕啦 我們哪裡 像你跟檢查一樣相近 幹嘛啊 打麻將還帶A片 送不了 沒有什麼樣啊 A片啊 休息… 休息… 奇怪 一休息你怎麼那麼會講 一比賽你怎麼都話 都講不出來 對不對 來 你稍微休息啊 我們觀眾 這幾位評審 哪一位比較淑女 看羅碧琳嚇死我 對 她是用欣賞的眼光 才看著我 是哪一個比較淑女 羅碧琳 聽到沒有 羅碧琳 對 你覺得羅碧琳比較淑女 你不想活啦 你覺得誰比較淑女 我感覺嚇得嚇死我 好 來問問前面觀眾朋友 大家有的不同打牌 不過聽他們講完之後 誰比較厲害 你覺得 羅碧琳吧 羅碧琳比較厲害 對 那您覺得誰比較淑女 羅碧琳 兩票… 現在瓜哥厲害也是 他淑女也是羅碧琳 這個社會價值觀已經變了 你記得淑辣 怎麼辦 那我問你誰比較淑女 賈金文 你比較淑辣 不過沒關係 我就是深信厚道啦 是… 又厚道了 厚道對不對 但是對不對 你不能讓前場給他拿出來講著玩著 對不對 盡量吐槽 來 進行第三回合 來 預備 一路被羅碧琳壓著打 只能夠利用休息時間 做靈性攻擊的李懿君 第三回合 決定針對羅碧琳跟男朋友的隱私 欲依照避命啊 他能夠專手為攻 反敗為勝嗎 羅碧琳還會掀出什麼樣更驚人的秘密呢 請看 預備不講台瓶啦 接下來講講做人處事 做人處事 來…對… 對…男朋友的觀念 預備 計時 開始 說到這個做人處事 他就特別就是 均酸 刻薄 小氣 拉開 而且沒有什麼水準的人 我告訴你 我小氣喔 那就不是了 你真的很小氣對不對 每一年他過生日 我一定都先幫他把生日禮物買好 拜託 只要我有 我去年你送我什麼禮物 你去年我送你一套 兩萬五千塊做臉的那個安平 你忘了嗎 你用完就忘了 拜託 你這個朋友有這個事情 我告訴你 我認識他這麼多年 你知道我很喜歡去迪化街買零食的 每次去一買 就買一萬多 兩萬 然後這樣子的零食來吃 他每次吃就說很好吃 然後跟我講說 羅美 下次該我來買 然後呢 可是我不知道迪化街在哪裡 對 你看 跟我講說 不知道迪化街在哪裡 你常常去那邊撿步 你告訴我 你不知道在哪裡 我告訴你 既然今天已經走到這個地步 我就講實話好了 其實我根本不喜歡吃零食 你不喜歡吃零食 那你為什麼要吃我的東西 因為你送我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去的朋友 是一件很不落到的事情 不要是一個這麼厚到的人 然後就自己 從我們家的零食櫃裡面 這樣子翻轉 我從來不吃零食的 而且他每次要是 譬如說他有東西要送給我的話 不落說一定是贈品 什麼贈品啊 他不是贈品 而且是你A來的 你不要送給別人 那你自己前自己的事情都要號碼 然後自己A回家的 那一箱沐浴乳耶 因為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送了他一箱沐浴乳 對 那也是常常送我 可是問題是你要想想看 可是我還是有想到 你為什麼要送他呢 應該是免費的耶 我們安全去買的耶 謝謝你送人家的 請人家 對啊 是人家幫忙我們唱片公司啊 人家也是好意嘛 我告訴你 他每次常常會跟檢廠吵架之間 因為檢廠我也不曉得怎麼搞的 他這一輩子都走衰遇 他有 他哪裡衰啊 這一句好狠喔 你這樣講就不對了 沒有 他有下半身的幸福要過 你可靠理思潔 下半身的幸福這樣 下半身的幸福 下半身的幸福 前場那時候 還沒出道的時候他講說 我要做貿易 就自己開公司當老闆 這個倒了嗎 對啊 為什麼倒了呢 他就覺得他這一招是非常聰明的 他想說我要做鞋子賣 因為非洲有這麼多人 全部打赤腳 我要是把這個鞋子賣 拿去賣給這些非洲人 這些黑人的話 我就發達了 搞工廠買機器弄什麼的 就開始賣鞋子了 然後還叫人家去考察 人家去考察 真的每個人都沒有穿鞋子 這個時候正確 太棒了 對 就開始了 然後又要賣給非洲人了 結果呢 做了半天 人家非洲人不穿鞋子 對 這是真的事實 因為我認識鞋子的時候 他就在賣鞋子 其實我不了解他 我可以了解他 今天為什麼一直罵我 那你們一定以為說 我為什麼會罵你呢 我都不還擊他 我怎麼會罵你 因為我昨天晚上 剛好贏了他一點點錢 所以你知道嗎 我本來贏的 他就上訴好了 我沒有上訴 是你們自己說要打的 什麼我要打 我根本不要上訴 是歐陽阿龍那個賤貨好不好 干我什麼事情啊 對不對 干我什麼事情啊 我贏兩萬多 我那是這樣子的 我是心情要走的 我覺得妳贏了 妳就走了沒有關係 昨天是剪哥生日 應該剪哥坐在桌上的 對啊 那妳為什麼要下來 妳為什麼不讓他過完生日 因為過了12點生日就過完了 就該我過生日了 妳這個人壞不壞 對不對 剪哥有什麼好壞 我認識妳到現在 我也沒有看過你男朋友 他都沒有打過 他所有的男朋友 所有有沒有 我的天啊 我太不互道了 右勾拳擊中臉部 妳講的就是想 這才趕快攻擊 知道是他打牌 永遠都是在旁邊 等著他玩青青一樣 絕對沒有機會摸牌 不可能上桌 怎麼可能 就在旁邊剝水果 倒開水 你知道嗎 他昨天晚上 胡到牌胡到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對 怎麼會這樣子 還穿了一個Betty的 背地的那個衣服 睡衣 睡衣 然後再穿一個長筒襪 高興到說什麼你知道 你看我像不像智服美少女 要跳脫衣服給我們看 就是囂張成這個樣子 不是啊 你知道 因為我吸唇厚道 又來了 我贏了一點錢的時候 我就希望我的朋友不要生氣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人 我們笨蛋啦 36我們沒有喝過 你真是笨蛋 我跟你講 真是的 對 我跟你在一起 我怎麼過日子我就知道 這兩個女生 根本她哪有資格跟她吵架嘛 是不是 對啊 我就是厚道嘛 又來了 好 那這個總共是9分鐘了 這個9分鐘的比賽 現在已經進行到這裡了 接下來我們要請兩位就座 我們要請所有的評審 評審團 來按鈕啦 李懿君 李懿君 李懿君覺得她比賽的過程當中 表現得比較好的 請按鈕 請大家按鈕 請大家按給她 請大家千萬不要按我 這樣我就是 請大家按給她 千萬不要按我 89 8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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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希望羅梅能贏我啦 因為說實在 吵架這個寶座我怎麼跟她搶呢 也當然是非你莫屬 因為我比較受到啦 又來了 好 這兩個字不要再講了好不好 來 接下來是羅畢林好的 請按鈕 不要按鈕 加油 快按 快按 我們四盒 厲害… 我還要喝苦茶 我還要喝苦茶 我還告訴你 她今天拉肚子 這一杯喝下去的話 等一下會不會做西蛋糕給你們吃 來 請 不會 會麻煩 好吧 搞不好我幫你喝酒 真的嗎 我們好朋友 那你的獎金是不是也可以分為一半 不行 因為昨天我輸錢 剛剛在後台明明講好要一人一半的 對 沒有 五千 那苦茶你為什麼要喝呢 對啊 你幹嘛喝啊 你看 我跟你講 他不喝苦茶 真的 他也要吃減肥藥 不如這杯苦茶給他喝 反而幫他省了藥錢 對不對 反正他喜歡減肥藥 那乾脆我喝好的字都對 苦茶給你喝錢我領好了 我沒看到嗎 這個就是 太陽樂了 誰厚道 羅畢林比較好 所以你看誰比較厚道 看側面就知道了 對 真的很苦茶 一人一半 感情不更帥 既然請我觀點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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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再謝謝我們毒蛇王羅畢林 李宜君 謝謝 謝謝